这一会儿就倒了280 一般像它们这个加热是干嘛的 就是它那种液体 液体的话它们加热搅拌的话 加热搅拌的话 它这个液体就是让它加热了之后 再充分的搅拌嘛 就是给它的一个液体 假如说它们是做实验的 它们可能会就是说 不是光单搅拌一个东西 它还需要把这个液体加热了之后 更达到它的这个实验的一个效果 相差不了多少 对啊我拍到它现在的那个 只是只有我相差很近 对啊 然后我拍到它 在这个地方 对啊 好 对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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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现在快好多 那我们设计的最大频率 那一般我们检测也是这样子 像他那个也是 假如我们说我们要测一个温度 假如测40度 我们就设置40度 然后就等着慢慢加热 实际上已经达到这个效果 你看他这个 这个的我们实测的温度 跟他那个烫温烫头的温度的话 是相差不超过 这个0.1 对 对 差不多吧 0.1 相差不过0.5度 而且还是在温温的过程当中 还没有稳定 稳定的话估计也不会超过0.5度 差不多 不过0.5度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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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